好,拍下来了,小心 气得动,没有精神了 饿死我了老公 现在已经一点多了 不一直等这个快递 这个快递是什么 这个是有个陕西姑娘在卫山这边开的一家店 叫卖凉皮的 卖凉皮肉夹馍麻辣面还有什么东西 然后他还卖鸭头 就是压货这一类的麻辣压货 最近馋死我了 我本来想开车过去你知道吗 开车过去来回的时间差不多两个小时 一个小时 我开得快的话 不计得一个小时来回 我想这一个小时 就算你一个小时开完了 你要在那边等二十分钟都差不多 对对对,还要等 然后关键是 最近这个油价可贵了嘛 对 我就想干脆我就让他给我快递过来 对 反正麻辣五万韩币是包运费的 五万韩币差不多是三百块钱对吧 现在得两百六十块钱回落 两百六十什么可能 现在户力特别差 然后我就订了 订了以后 我说怎么还不来啊 在家里等了 饿死我了 等了多久啊 等到现在一点多 一点多 你就大家看一下 哎呀刚拌好的 凉皮 都已经准备好了 凉皮 然后 还有 你知道我都买了啥 我买了七万韩币的东西 这个是鸭头 他都剁开了 但我感觉好辣啊 你知道吗 上次你给我那个鸭头 我不知道怎么吃 然后 我吃了下面的皮 实在是难受 吃不了 把那个头皮 吃了 鸭的头皮 然后里面的东西啥都没吃 然后直接扔掉了 然后 哎呀 没好好拍下来 中心来吗 喂 刚才还没有拍下来 没有洞 是吧 我一共预定了七万韩币的货 七万韩币是多少钱 七万韩币 快 不太到四百块钱 如果是四百块钱 在中国可以吃很好很好的东西 但是在韩国物件很贵嘛 我就买了两份凉皮 OK 两份凉皮 然后八个鸭头 八个鸭头 八个鸭头 他这个鸭头四份才起卖 所以我就要了两份 就八个嘛 八个鸭头 麻辣鸭头 还有 两份麻辣鸭脖 还有两份鸭爪 爪 鸭的脚 嗯 然后还有五个肉夹膜 五个肉夹膜 嗯 我估计在中国差不多两百块钱 两百块钱估计能OK了 两百块钱说实话也不到 不用了 嗯 一百五十差不多了 但是中国现在物价也很贵嘛 那也是 咱们已经三年没回中国了 哎呀最近想不能回中国 那得吃点中国菜呀 这边要不就麻辣烫 麻辣香锅 火锅 然后就是 很多嫁过来的中国媳妇嘛 在家里就开始搞副业 嗯 就是在家里做这些 然后在微信上什么卖嘛 嗯 你看我就买了 你赶紧吃吧 味道怎么样 我尝一下 好吃 韩西的肉夹膜 嗯 比较好 有名吗 嗯嗯嗯 天天吃韩国菜都吃腻了 我跟你讲 哎呀 为什么偏偏吃鸭头呀 头是最不好的 嗯 韩国的头都扔了你知道吗 嗯 对 韩国人不吃 嗯 记得头都要扔了 嗯嗯嗯 对 可是有的中国人 嗯 过来以后这些东西才 没有被扔掉你知道吗 是啊 可是这个头 脚 嗯 说实话 韩国人也吃脚 可是我从来不会吃脚 嗯 同样在家里为什么选这个 拖鸭子 脚啊什么 爸爸妈妈你哥哥 你们都不吃这些东西 我忍耐了多久你知道吗 哎呀就算这样 我觉得真的不太值得了 多好吃啊你们不懂得欣赏 哈哈 一样价钱我肯定不会选择 就是在韩国 压头啊 压的内脏 压长 嗯 还有压脖子 还有压的脚 这些 他们全部压穴对吧 嗯 他们全部都是扔掉的 对呀 你知道吗 在那个 很多国家 他们不吃这些了 所以都卖给中国人 对 所以他们都卖给中国人 然后中国人就做这种炉 对对对 压长压脖子 忘得更压长 早知道问他有没有压长 哎 哈哈哈哈 然后中国人就把这些变费为宝了 对 你们都把它当垃圾扔掉 反正我每个国家的饮食不一样 对呀 可是 为什么偏偏有好多东西 为什么选这些 都那么 哎呀 还想再吃一碗 压长粉丝 老压粉丝汤 压血 压血 压血粉丝 对吧 不想吃 以前在中国 不想吃 我说实话 在中国很容易吃的东西 在这边都吃不到 到现在 韩国人也喜欢吃那个 血 压 不是压血 韩国人说吃牛血 牛血 牛血对 甚至牛 牛血 牛血汤 哎呦 这些 我真的 很喜欢吃 很喜欢吃 除非是把我饿死 我 我 要不然我不会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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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他们吃这些 我真的搞不明白 嗯 每个人都因此习惯不一样 对 不吃吗 当然不吃 你都吃了吧 哈哈哈 给我也不要 哈哈哈 肉加膜 你不吃 肉加膜 你可以吃的 肉加膜还行 肉加膜的肉 还比较新鲜 不是那个 头啊 这些东西来做的嘛 正常的肉 对 一会儿我给你热一下 肉加膜 嗯 嗯 搞笑 哎 爸爸妈妈都不吃 你哥哥哥也不吃 奶奶姑姑他也没有吃 反正还行 反正 说实话 这个味道比较重的那些 他不太喜欢吃 可是 他也喜欢吃麻辣烫什么 因为他女朋友吃 所以他才吃 对啊 他一开始他也不吃 一切 你知道吗 吃那个麻辣烫 不要去那个 圆圆的那个叫什么 麻辣 里面有 麻辣烫里面有一个圆圆的那个 丸子 不是丸子 就是这样 小小的那种 就不能吃的那个 嗯 小小的那个 很小很小的 嗯 很小很小的 花椒什么的 不是花椒 应该是花椒 嗯 花椒胡椒这一类的 哦 这不能吃对吧 他吃了 他吃了这个 吃了很多很多 所以 这个花椒 应该要用筷子 稍微弄一弄 对 稍微弄一弄 然后稍微弄掉 吃一两个无所谓 吃很多的话 肯定会拉肚子 对吧 韩基吃了很多很多 这个 所以他第二天拉肚子 再也不吃 麻辣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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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而且现在他很喜欢吃 嗯 因为他女朋友 因为韩国的 说实话 韩国的麻辣汤 不那么辣 嗯 就是没有那种 超级辣的那种感觉 嗯 我们也可以挑选嘛 嗯 所以 他跳选的时候 不会选 最最辣的那种 嗯 嗯 怎么样 嗯 挺好吃的 肉夹馍 还行 还行 跟在中国吃的比较一下 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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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好辣呀 这辣的我眼泪都出来了 这边还是稍微厚一点 嗯 你喜欢吃哪一种 厚的还是薄的 对 无所谓 嗯 今天中午就吃中午菜了 哎好辣好辣 太辣了 中国菜 我觉得 嗯 在中国 最有名的菜系什么 你最喜欢吃什么菜 不是 中国最有名的菜系什么 中国有八大菜系 每个菜系都有名 哪样 如果你是中国人 你非要吃一个 火锅吧 火锅 嗯 也不对 可能就是 嗯 韩国人最喜欢的菜是 辣椒汤 嗯 还有金鸡汤 嗯 还有第三个是什么 传统 这些是韩国人最喜欢的 代表对吧 代表性的 中国 我可能想吃火锅 嗯 然后 火烧鱼 饺子 家家说一说 能代表中国的菜是什么 对吧 好吧 让大家留言 他们觉得能代表中国菜的 对 因为中国菜太多了 对 而且 没有地方的 没有地方的 这种很著名的菜 不一样 不一样 所以 没法说一个 对吧 嗯 好的 拜拜 拜拜 期待大家的留言 代表中国的 中国菜 嗯 好的 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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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